今天我会和我爸爸聊聊天 去了解一下他很多年前移民加拿大的体验 爸爸,我知道你在香港出生的 其实,你什么时候来加拿大的? 其实,我来加拿大两次 最初是来读书 读完大学之后,回到香港做了几年 接着,再申请移民过来 为什么你会选择过来加拿大的? 我想,其实我在这里读书那四年 开始习惯了这边的生活方式 还有,我也觉得自己挺喜欢这边 你移民回来之后 你真正的生活和你心目中想象 有没有不同呢? 其实,都挺不同的 首先,我读书的时候不用寻食 有家里的经济支持 我过来之后,和你妈妈结了婚 开始要自己建立自己的家庭 有很多问题要考虑 那爸爸,你初初回到来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要找地方住 和找工作吧 以前读书的时候 学校的宿舍都很舒服的 很多时候都不用自己煮食 找工作方面 爸爸当时的英语程度又一般的 也造成了一个挺大的问题 可以做些什么呢? 可以住在哪里呢? 我想很多和我们一样的新移民 都有同样的经验 那你终于做到些什么呢? 幸好,我的英语都不算太差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 在Tim Hortons 买的 Donuts 和咖啡 不过,那些 Donuts 的名字 对我来说,都挺复杂的 我记得最初几天 人家说买什么 我转过头看着那些 Donuts 一轮 都不知道给什么他们 心里面有点害怕 还有担心自己 会不会做得到这份工作 之后我拿着个餐牌回家 拿去背熟它 那下次人家问我 Apple Turnover 我都知道是给什么人 当然我亦都要洗地 洗厕所 和所有清洁工作 这些和我以前在香港电视台 做的国际市场的发展工作 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心里上都有一些不平衡 那你在Tim Hortons 做完之后 就做了些什么呀? 过了一段时间 我终于加入了一家加拿大的保险公司 开始爸爸在保险和理财的事业 那接着呢? 期间你哥哥出生了 你哥哥就没有你那么幸运了 他出生的时候 我们还住在一间 专门给低收入的人士住的apartment 我和你妈妈的工作 都开始做得越来越好 慢慢收到一些钱 我们就买了第一间屋 你就在那里出生的 爸爸 你说的很久以前啦 那我们家里方面 又有什么演变呢? 除了黄语工作之外 我和妈妈都要花很多时间 去照顾和栽培你们 不同的兴趣和学业 既然你说广东话的 那多伦多华人社区 对你的事业 有没有帮助呢? 当然有啦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 其实广东话和普通话 我都会说 1997的问题 很多香港和台湾人 都移民到多伦多 加上最近十年国内的移民热潮 那么多年的移民热潮 都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 眨眼我们的公司 已经成立了超过20年以上啦 多人多华人社区 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鼓励 我都想在这里多谢一下他们 那你的广东话 很明显帮助你的工作发展啦 你还有没有碰到 其他的困难和挑战呢? 其实我一直都明白 在加拿大 但是有好的英文跟底是很重要的 我最记得 有一次上经济学的时候 我想有一个问题要问老师的时候 我的心已经 噗噗声跳 跟着我在脑里面 用英文重复讲几次 等到我存够勇气举手的时候 老师已经说要下堂啦 其实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这帮中国留学生很多次 一般人都说我们的中国人很静 小说话 其实我们一点都不静 不过我们是说不到英文而已 那你其实一直在你的事业和家里面 如何去平衡两个不同的文化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直都不容易 我同意当我们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融入他们的社会 认识他们的文化 懂得他们的语言当然是最重要的 爸爸会和你们去看冰上曲棍球 和棒球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 我会专专参加当地人的活动 因为我想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化 不过同时也不能忘记自己的中国文化和语言 我们一定要尊重自己的文化 当我们尊重自己的时候 人家才会尊重你 这个道理我和你们都说了很多次 你们小时候 我都会和你们说广东话 有时也会和你们说英文 也不会让你们觉得 说英文是比广东话更加重要 尊重自己的语言 和尊重别人的语言 一样是这么重要 爸爸 我当然同意你的看法 所以我都希望我可以投过 Cat News with Britney这个频道 去保留我们的广东话和文化 多谢你啊爸爸 1203664732722732732732715328respons1122732828 ḥᴂᴧ? 甚至是你们了解写的金子 成为了解写的金子 你现在看一下 小时候成为了解写的金子 特别人是准备的干吗 而同意你的金子 如果你做的事情 那么或计不敗 所以他们要解写的我的电子 感谢观看